是一間剛剛改造完的房屋 屬於徵裝改的 是的 徵裝改造的 應該是凡法你這個樓盤來說 這個戶型裝修得比較帥氣的單位 自買自誇一下 的準確 它是很大的 最新的錶子 되는데 它的錶子 已經配上了 整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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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冰箱是很特别的 哇,很高科技感 自动被吹起的 逆病控制了,这些是水控制面板 好帅喔! 它会自动感应,在外弹 这些设备类的东西我们都会给业主慢慢筛选 我们这里的厨房改了什么呢? 就是业主喜欢用电炉 所以就买了一个超白面板的电炉 这个肯定不是开发箱的 是原先的 这个是原开发箱的 很英俊 这个油烟机是原开发箱 原开发箱配的东西是油烟机和消毒柜 都已经配了老板 但是它的厨房真的不需要 所以就换了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电子针 这个是电子消毒的针板 就是不怕平时切完东西 放它进去就可以 里面就有消毒功能? 这个有消毒功能 这个很细致 它是分区的 三个针板和三把刀 它全部带消毒控干 还有筷子栏 这些是安理一下 这些设备方面的东西很容易 那就配合这个 这个 洗碗机是吗? 是的 因应这个单位 装不了洗碗机 业主要很想要 那我们就做一个方体水槽式的洗碗机 它是需要拆台盘再安装的 它也有不好的地方 它就是变成台上盘 这个 就是那条边在外面 那条边会突出 那条边会突出 但可以不用洗碗 是一个很好的市值 对了 对了 这里 淨水器之余 这个是高级东西 这个是史密斯的淨水器 冷水的 直饮? 直饮的 因为热水功能很厉害 它自己的水是真的 出水是可以滚的 马上直饮了 哇 有烟的 你看到有烟在噴出来 很厉害 那 设备方面 要补齐 就是要补齐热水器 这个烟水器 这个烟水器到时 我们会包一个柜柜 哦 还要多做一个柜柜 对了 包一个柜柜 这个用的是平衡式的烟水器 就是非常安全的 什么叫平衡式呢? 就是它燃烧的空气 都是由外部抽取 廢气和燃烧的空气 都是由外部抽取 就是这个空间里面 它的燃烧康是完全密闭的 它就不会在这里产生一样化碳 之类的 哦 就怕炒了一样化碳 如果这里有烟水出 这个空间一些 一样化碳大 就不会滚了 是的 这个是很安全的 平衡式 叫做平衡式 是平衡式的烟水器 是完全可以装在柜内 OK 所以我们做事 就会用柜坎嵩 好 厨房应该是配得很满的地方 是的 高配就是高配就是这些地方 包括这个餐厅 这个餐厅我们是 刚才也说的 半圆弓状态 还有一个石面 还没有加上去 石面加上去 就和一张餐桌一样 配合白色石面 白色餐桌 还有四张餐桌 等业主回来自己采购 这个是差一点的东西 需要自己做的 这个位置 基本上我们就 因为那个 户型比较小 所以我们 业主又想要 一个叉面柜的功能 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个 叉面柜 把餐桌和叉面柜 是配合设计的 这块是封板 不能移动的 将餐桌 特意并过去 这样处理的 但这边也做了 全幅的护长板 很漂亮 是的 这个单位 这面售全部护长板 到门口 一次过包门 而且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位置 这些一定是整体 家装才做得到的事情 这个柜 我记得当时 业主沟通的时候 他说我很喜欢喝酒 红酒 需要一个红酒柜 这里就内陷了一个红酒柜 进去 所以无论是柜体 还是电位 都需要前期总体的规划 这个肯定 我们做了前期规划之后 为什么要一个封板 做这个中导式的桌 这张桌都是定制的 配合在一起 就是为了整体 我要有一个柜 一个设备柜 所以有一个无用的空间 就专门利用这个 开不了柜的側面空间 就处理一个柜 一个桌面 所有的尺寸都是good fit 所以要整装才做到就是这样 你拼凑是做不到这些 做不到这些 我们看后面 这里其实我觉得 这个背景场很简单 但是它有这个柜体 就有很多功能 圆浮式的一个柜体 对 这个是圆浮柜体 它的灯带还没接线 所以穿不到给你们看 这个是适合的 正常来说 这种弧形 你发现一部电视炸了这里 剩下的白墙空间已经不大了 其实这样已经足够了 我觉得 不需要再做护长板 护长板留在另一面墙去处理 靠梳化那里 好 那我们当然就 顺带做了一个 添花的风管机 其实真的有一个这样的风管机 整间屋整体的效果 真是英俊很多 还有我留意到 我们的轨道灯这里 之前我们看到也是一个直条 但是这里好像懂得转弯 很少见过 是的 这次的轨道我们就这个弧形 这个是一个空旷的位置 我们怎么做得不单调呢 有没有错诚或者分级 我们就用了一个轨道灯做了这个造型 因为这个位置是业主常坐的空间 这个应该是必定是经常坐在吃饭的空间 所以我们将轨道灯刚好到这个餐台和人中间的位置 转了弯过来 就射在这里 就吃饭又可以看得清楚一点 而且更美美一点 是的 OK 那我们进这个房间看看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很有趣的 这个是一个多功能房 一个客房性质标房 暂时就简单处理了 它有客人所以求的时候再打地铺 纯粹做了一个简单的所谓的行李柜 但是这个柜柜 其实我们之前在你的其他的装修很少见一个这样的设置 这里还可以刚刚好有个位置可以坐下去 是的 这个是属于行李柜类的东西 这个柜做了之后 其实都是业主很想要一个柜 主要是觉得这个位置太空的一个角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个纯粹是装饰性 重于实用性的一个柜 是的 这个和我以往的风格有点不同 但是它的颜色很漂亮 可以选择这么多颜色的颜色 那这些可以做到的当然 我们做得不好的地方 就是做了这些大的弧形转角 我们又不适合再开门 你看到它的造型很漂亮 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写起了里面的空间 很干净的一转转过来 进到房间我们当然都有做电动窗帘 都是全屋的电动窗帘来的 是的 这家是全屋做完 每个位置可以电动化都电动化了 那这间房间就简单一点了 我们就 Havy 标准设置 这边是绝对没有这个猪肠露出来的 这个我们都做了几轮板工 我们才可以隐藏到猪肠 哦 反正我们会尽力去做到这个东西 是的 Mango 说你知道容易工作室 现在推出一系列和房屋有关的服务 我们可以帮你在大湾区里面找到你心仪的楼 第二个如果你买了楼的话 可以在这边帮你去做装修的工作 目前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案例 帮香港业主人在香港 房屋在这边已经很开心很顺利的装修完了 第三个部分我们可以有收楼厌楼服务 收楼厌楼服务 我们会一条路跟你跟得足 第四个部分就是我们这边还可以有出租服务 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来这边 先租住屋再看定些 再去买楼或者陪小朋友读书 我们也帮很多的业主在这边 找到屋租完之后再去看楼 慢慢看 再来买都可以的 最后想跟大家说一下 多谢大家一直的支持和关注 如果你看到这个部分 还没有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希望你点一下 右下方这里 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分享出去给你身边想要回来大湾区生活的朋友 多谢大家 到这边手 我们最后才进入主人房 这个是一个衣帽间 哇 这个衣帽间全部都是贵 都是做了 这个为了折省空间 这个全部都是做了推拉门式的衣帽间 当然我们可以做櫃灯 我们就做一个櫃灯 哦 有櫃灯在这里 对了 有櫃灯在这里 但是这边为什么不做 我看到有些衣帽间 就是一直两边都上去 哦 主要是看业主对这个衣帽的需求量 需求量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就一面已经足够了 因为不想太大的压迫 因为如果两边做了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 这个櫃不是一个衣帽的闊度 这季宽度要再升20公分出来 哦 就很窄 对了 太压抑了 这间房子是比较偏小的 是不是业主也要求上边这边不做 我很想问 业主不需要上面留空间 所以不需要的地方 就做简单类的意思就是 所以我们都是 业主这里还做了一个位置 大家可以坐一下 选择衣衣帽都可以休息一下 好 好 我们洗手间有没有一些升级的地方 洗手间 我们基本上都是拿了开发箱 只换了个智能滑桶 哦 换了个智能滑桶 当然我们都有少少心思可以处理的 这个位置我们留了电线在这里 现在等着设备回来 这里会做一条感应灯带 哦 这个位置就会漂亮很多了 是的 它原先标配的东西都足够了 我们也有追加了这个浴霸在这里的标准配置 哇 我们看到这间房 是一张原浮床来的 我们的镜头 看一下 好 我们看完就 先打开灯 我直接打开遥控 手拉也可以 哦 即它不一定是要遥控的 是 手拉一下它就会自动开了 我试试 你也要大力一点 对 两层都是这样的形式 两层都是这样的 即是不一定要去到遥控 它手动是半自动状态 都可以离开它 都是这样的 哦 这种原浮的床 其实也是很少 之前在你的其他作品看到的 其实我们最终 我们的作品大多数都有这个 之后我们的配搭方式 其实都是推荐业主去购买原浮床 原浮床配这个床板 是出的效果是最好的 其实没有多一层床头的梨梭 会显得更加简洁 那现在这个单位来计 我们就配满的了 一直拉一面的床的背板 之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化妆台 连个投影仪 我们都配备了给它 一个留了一棵白墙在那边 所以这边到时候头过来就可以看到 是的 当然我们后备也留多了一个 头影膜的槽 好细节 那这里没有电 有 旁边有电 旁边已经安装了电 有插座 如果以后想要安装头影膜 你就在这里安装上去 有了电就电 对 因为有头影膜的情况之下 你的画面质素会高很多 如果它觉得需要头影膜的时候 再采购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已经和你考虑了 这里我想谈谈有个美中不足的地方 就是 这个冷气 其实装在这里 会不会有些 位置上好像不是很正确的 其实我们都有 有点违陷 空桥原装位 全部可以靠到柜这边装 就完美了 因为管道问题 外面的机位问题 我们只能选择在这个位置安装 哦 这样的 好 所以我们都知道很多的工程施工的过程中 并不是说可以做到完全完美 完全我们想要的 有些硬件的控制 硬条件的控制 但这间屋总体来说 我们就在精装的基础上会升级 是的 精装的基础上 加了很多的设备 加了很多设备 你看到连外面的药台都加了 哎呀 说漏了 是的 药台我们做了风窗 基本上都是 这个是保留了完窗 之后再风窗 再风窗也是用高标 也是用了电脚楼的风窗 也是用电脚楼 是的 大蚊网的电脚楼 那些 我们还要做了凍凍板 这个水龙头是留给它用的 一个原开化箱比的水龙头 但是这边有去水位吗? 我现在目前看 这个去水位其实是去洗耳机底的 那怕不怕弄湿这个櫃呢? 这个櫃 这个常规这个位置 是属于干区的 已经封了窗之后 小量的水 我们这些櫃一次半次 即是平时 不是经常浸在这里 是没有问题的 底部我们都做了一些风膠处理 就是为了美观 我们就不再做那些吊脚的 就是贵了 这个洗耳机套装 光耗就陷入这个位置 这个也是按照原先的尺寸来定制 是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要预松一点 万一需要 升级 不是升级 还有一个底座 洗耳机底座的东西 指阵底座 指阵底座 还有大蚊 可以大蚊的底座要移动 是的 就给它位置再上一点 是的 要给它位置上一点 你想得很细致 因为有这个东西 有事业主义 你需要的时候 你现在用着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所以不用追加这个东西 都可以 因为空间大一点 散叶也好一点 因为上面那部是干衣机 这个是干衣机 这个是干衣机 这个是洗衣机 是的 这个是洗干衣机套装 就是这样来的 管口捷位 我们全部都是打側 全部都走在这个柜头前 就看不到 比较英俊 这样才可以推贴那部机主 如果不是后面还要顶住 10公分推不到那么贴 櫃就大很多了 OK 那这个业主 我们要和它全屋做完 就是拿包入住 因为它马上 现在已经抢到飞 遥耗 可以过来了 过来的过程 颇为艰辛 但最终都成功回来 回来之后这间屋已经装好了 不敢说罪了 但我相信这个应该是 凡法你这个楼盘来说 这个户型装修得比较英俊的单位 是 自买自夸 如果很多香港业主 你说我家屋还在内地 我想回来之后 就可以住这样 那其实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做全屋整装设计 是的 拿包入住 拿包入住 很多的细节位 都可能你做得很好 而且大家看这间屋的整体感 装修的氛围来说 你很明显感觉到 其实我们不是说我一定要做好便宜价 但你对品质追求有要求 装修 其实Heaven这边 是可以很尽心地做好它 好的 好的 那我们今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 画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